在他的建筑下边都有一个小走廊 这也不奇怪 因为这应该是经常下雨 所以你走到哪个商铺门口 底下都有长廊 他这个建筑可能当时就是这么设计的 然后马路中间 这边就是走机动车的 一般的行人就是都走里边就行 所以在建筑下走 基本上雨轮不着 你看看这是什么 不要乱想啊 不要瞎想 这个是他们选里长的候选人 里长也就相当于咱们那里的区长 他上面一个上面有一个人名 他现在就是在选区长 这个一个上面就是一个候选人的名字 你看前面有化妆室 你看明白了吧 这化妆室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厕所 叫法不一样啊 这个是台中的旧火车站 是1906年开始通车的 它这个是仿造文艺复兴时期 巴洛克斯风格的建筑 这个是仿造文艺复兴 部长、第一次是仿造文艺复兴 对于这个山洛克斯风格的造文艺复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